喜欢三国的朋友 一定会对赵云这个人物 特别的印象深刻 因为赵云在三国演艺里面 一直都是一个完人的形象 他长胜不败 他勇猛无敌 他人也长得帅 而且他还拒绝美色 简直就是三国当中 最为完美的英雄啊 但是 刘备创业39年 为什么不敢重用赵云 你看他的真实身份 就知道了 不论是看三国演艺 还是看三国制都会发现一个问题 赵云在其中一直扮演的 都是一个小角色 打仗的时候 更是只能作为一个战将 很少有独当一面 指挥大军作战的机会 诸葛亮掌权后还好一点 刘备掌权的时候 赵云基本上都是一个 站在刘备身边的保镖的身份 要知道 刘备在184年 就加入了镇压黄金军 起义的行列当中 直到223年才去世 39年的创业历史当中 刘备居然没有真正的重用过赵云 这是为何呢 赵云其实还是算与刘备结识的比较早的人物 早在191年 刘备就与赵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200年的时候 赵云就投靠了刘备 而后来掌握蜀国大权的诸葛亮 在207年才见着刘备 后来独当一面的魏妍 也是在211年才投奔了刘备 所以赵云算得上是除了张飞 关羽之外 与他关系最为亲密的人了 这么亲密 又这么有能力的赵云 为什么刘备最终只给他封了个 义军将军 一个不知名的杂牌岗位 直到后来流产即位 才给他封了中护军 征南将军 封永昌亭侯 千镇东将军 为啥刘备会对自己的老朋友 如此的不地道呢 笔者认为 这跟赵云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 赵云是一个武将的身份 决定了他没办法被刘备位移重任 我们知道 赵云自从和刘备见面之后 一般扮演的都是一个很单纯的武将 他总是在刘备面前 表现他个人战斗力很强 尤其是他在长坂坡的时候 个人战斗力堪称逆天 即先主为曹公所追乌当阳长坂 其妻子难走 云身暴若子 即后主也 保护甘夫人 即后主母也 接的缅男 三国志 里面真实的赵云在长坂坡的表现比三国演绎 里面的还要过分 他居然一个人带着阿豆和甘夫人都跑了出来 这虽然是赵云最大的攻击之一 但是也给了刘备一个印象 赵云就是个猛将啊 而在助手城池 率坚打仗方面 赵云则一直没有抓住机会 表现自己的文武双全 相反 像关羽 张飞 他们虽然也以勇猛著称 却经常在前期经常帮助刘备守城 领兵 张飞有意识严言 制服马超之志 关羽有水焉弃君 魏震华夏之谋 对于刘备来说 他的家底儿很薄 所以他用人肯定都要力求保险 赵云从来都没有表现过 自己要领兵作战的想法 如果他贸然使用赵云 打了败仗 如何是好呢 其二 赵云是刘备的第三个亲信的身份 决定了他没办法被刘备位以重任 我们都知道 关羽 张飞是很早就跟随在刘备身边的好兄弟 但是赵云与刘备结识的也很早 而且三国志当中记载刘备与大男人同床共振 对人只有关羽 张飞 赵云而已 诸葛亮也没有这个特殊待遇 关羽 张飞都被刘备派出去领兵作战 治理地方 那么他身边总得留一个靠谱的保镖的 尤其是刘备这种前期经常打败仗逃命的人 对于保镖的质量要求又特别的高 所以剩下来与他最亲密的赵云 就义不容辞地做了刘备的贴身保镖了 从长板坡的战绩来看 赵云做保镖这份工作是非常称职的 刘备又顺手了 当然也不想再临时换一个 而且也没的人换 其三 赵云作为阿豆的救命恩人的身份 决定了刘备不会重用他 我们都知道 古代皇帝在临死之前 都会给自己的孩子找托骨大臣 刘备找的就是诸葛亮 但是诸葛亮毕竟是后来加入他的团队的 而且在荆州一带势力十分庞大 他会不会在刘备死后架空流禅呢 这一点刘备肯定是考虑过的 不然也不会在白帝城对诸葛亮说 君才是被曹丕 必能安国 终定大事 若四子可辅 辅之 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 所以他想给阿豆留一个靠谱的人 这个人除了与赵云有 顾命交警的赵云还能是谁呢 但是他怎样才能让阿豆得到赵云最真诚的副作呢 赵云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 而阿豆并没有对赵云有什么恩德 所以刘备需要给阿豆制造一个机会 因此他一辈子都不提拔赵云 但是阿豆一上台就提拔赵云 三国志在 渐兴元年 为忠护君 征南将军 封永昌亭侯 千证东将军 刘备这也是告诉赵云 你看看阿豆多喜欢你啊 我一辈子都没提拔你 他却一上台就把你连锋几个打官 他是真的把你当成了救命恩人 当作了最贴心的心腹 你要好好帮着他啊 此时关羽 张飞都已经死了 也只有赵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致恒诸葛亮了 刘备的布局不可不畏缜密了 正是由于赵云这三层真实身份 使得他在刘备创业的39年内 都没能够被刘备重用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好像是辨尾 嗯 嗯 冻ING 冻 冻 吻 冻